子虛烏有的影射 然后媒体的任何捕风捉影 其实都是对人格 还有尊严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林志玲下政化严正驳斥 但现在却爆出 2006年林志玲到美国 拉斯维加斯表演时 差点遭到设局 当时幕后黑手就是戴姐戴军仪 并不是说他知道要去陪志愤或等等 他完全都不知道 他认为他是要去表演 对 他完全被设局的 当年戴军仪谎称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有场盛大活动 邱立宽 曾志伟等大咖都会出席 透过第三人邀请经纪人 安排林志玲参加 其实宽姐他们都在吃饭 刚好跟我哥他们都在吃饭 才发现这个名单上并没有林志玲 那这件事才爆开来 没想到到了美国 林志玲才赫兰发现 戴军仪口中的邱立宽 曾志伟 根本没在名单内 这下才惊绝被骗 当场吓到掉泪 戴小姐当时也请了当地的黑帮过去 我哥那边人就赶快 在派当地的台湾人 过去保护林志玲 大概也吃几二十个人 在当地黑帮的撑腰下 对方态度强硬要求配合 林志玲只好紧急求救 人在美国的邱立宽 召来竹联邦大哥 带了一匹人马前往现场 才将林志玲 势力从饭局中救出来 眼看大事不妙的戴军仪 当时也乖乖写下会过书 他承认事实是真的 他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人的保护也是在林志玲周边 所以他知道没办法再做解释了 所以我可以要求他写回报书 被封为台湾第一名摩的林志玲 当年差点被涉及陷入火候的过往 朱金也因为待见事件曝光 再度浮出台面引发讨论话题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